香港日记 第五章 帝国的落日余晖 1997年1月17日至21日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1月17日 星期五 回到香港后 移交仪式的首次会议是关于警方提出的限制性安全措施 相当可笑 警方想要针对所有进入天马和会展中心的人进行审核 检查并发放安全识别证 这代表总人数大约有3万人 警务处助理处长再三提醒要保护宾客 免于尴尬 但警方却露出了马脚 难道已经出现中国的保安措施了 我叫他们回去再好好想想 我绝不会让香港在6月30日前变成武装基地 至于6月30日后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由他们决定了 律政司马富善后来告诉我 他和刑事检控专员看了警方在会展中心外处理示威活动的视频 当时中心内正在进行选举委员会会议 而他们的看法我一点也不惊讶 他们认为警方对一小群示威者采取了极为高压的手段 他们并不打算起诉 更多迹象显示即将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董建华已告诉我们一两位高级官员 有关他选择的特区行政会议的成员 名单内包括四名共产党员 还有一位叶国华 他的背景将给全世界所有安全机构敲响警钟 意著 一般都认定叶国华是中共在香港部署的所谓地下党员 他被董建华任命为特别顾问 建华还有一位名叫陆祥安的守门人 正在协助他与目前的公务部门保持距离 我们还听说 筹委会底下的一个小组提议废除人权法 重新恢复早期殖民时期的法案 即限制示威行动与政治团体的活动 当然 这项法案已多年未曾施行 甚至说根本没真正施行过 若恢复的话 将为现行的法律带来极大的混乱 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指出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该适用于香港 然而 现在的提议却是 中国将会把违反公约的法令重新写入法典 此举一定会让法院人仰马翻 在遭受各界数次抗议后 现在建华似乎对心目中的行政局成员名单反悔了 1月21日 星期二 媒体越来越关注我们的人权立法所受到的威胁 在行政局的会议上 许多成员指出 董建华应该让中方在7月后将这个问题留给他的政府来处理 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住房问题 在1940和50年代面临迫切的住房需求时 港府参考了英国势力的住房部门 或者是我猜测的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 建立了公共的住房管理部门 这项政策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今 我们却被困在不符需求的社会主义住房政策之中 相当不寻常的是 这项政策与私人大型地产开发商的利益仅仅捆绑在一起 这些开发商控制了大量的土地 并确保住房供应不会拉低房价或抑制房价上涨 这项政策的结果是 尽管人们拥有高收入 他们还是很难买得起房子 如果他们住在公共屋村 易住类似台湾的社会住宅 就没有动机去买房 租金问题的政治色彩越发浓重 房客只需支付家庭所得9%左右的租金 而且租约可由父母传给子女 而那些已拥有私人房屋的人 继续紧抓着公共房屋不放 统计指出 12%至14%的公共房屋成租人 在其他地方拥有公寓或房地产 因此 真正贫穷的家庭 往往在公共房屋的候补名单上等了好几年 最后只好住在破烂的公寓里 还得缴纳一笔占收入比例极高的租金 甚至比那些坐拥公共房屋的小康房客 所付的租金还要高 这套制度导致了不公平与相当严重的资源措置 我早在几年前就想提出一些根本的解决办法 但1997年回归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现在我们仍在持续寻找微调政策的方案 就这样 这个问题将持续下去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